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看 同样根据蓬勃数据 在49个国家中 中国以38位亿万富豪财富总值 同比增长65% 约1770亿美元的强势增长 成为全球富豪财富涨幅最大的国家 其中以恒大集团03333HK主席许家印的财富增长最快 平均每天涨10亿 是自1999年以来 财富增长速度最快的一次 相较于2016年许家印身价猛增259亿美元 增幅达350% 而这一数字 仅次于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的342亿美元吩咐 今年10月 贝索斯的个人财富总额超过比尔盖茨 成为新进全球首富 另一边亚洲地区富豪情况 贯亚军都被中国双马承包 其中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以454亿美元 顺利成为亚洲首富 在今年双11购物盛宴上 天猫再次突破纪录 实现1682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 而马云的身价也随之而增长 而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总资产 颁北达410亿美元 成为亚洲第二富豪 腾讯所推出的手游王者荣耀 长期占据苹果App Store 热门游戏台行榜前列 在2017年5月更取得全球手游综合收入榜冠军 使马化腾在科技界成为一股不可护士的力量 此外 今年的富豪榜中 多了一些科创公司创始人的身影 此外 今年以来 比特币的吹锅主栏也吹上了一批富豪 作者 周书慧 编辑 陈佳